23日上午,越南交通运输部会同临统省人民委员会协调举行仪式,正式宣布位于临统省德崇县联邑镇的连江机场成为国际航空港。 这是越南西原地区的第一个国际航空港。 越南政府副总理陈刘光出席仪式。 连江国际航空港设有一条长3250米,宽45米,厘清混凝土结构的跑道,满足运营地带马飞机。 连江国际航空港与多国直飞航班的对接将为运送国际游客以及将西原地区的货物、蔬菜、花卉、农产品以低成本最快的时间运往世界各地创造有利条件。 连江国际航空港距大乐市中心约39公里。 目前,连江国际航空港年均接待旅客超过200万人次连接全国各地。 此外,连江国际航空港还接待许多来自地区国家和韩国游客的旅游航班。 根据规划,到2030年,连江国际航空港将具有4亿级机场规模,面积340.8公顷,年均接待游客设计能力为500万人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